index of 先去找 找這個頭 找到之後再把它加上20 應該知道 尾巴是在這裡 尾巴會找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實際上是 把這邊找到之後加20 去切到這裡 然後再到end 裝到這裡 然後用substring把它切出來 切出來之後放哪裏呢 放temp裡面 temp裡面先判斷什麼 判斷它是不是一個dash 如果是dash的話 那表示是無資料 那因為有四個 就是說 就是現金的買入賣出 跟集齊的買入賣出 所以會有四個 所以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那四段程式碼 基本上是重複的 所以你只要寫出一個之後 其他的部分就是一樣的 就是這底下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這個地方 錄迴圈裡面呢 不是有四段程式碼 是類似的 這個到else到這裡有沒有 所以這一段是一個session 你其實如果寫完這個session之後 再往下 就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那分別就是四個欄位的資料 可以抓回來 那後面同學會有問到 就是那個 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 再找這個地方 index of 因為它的參數是要 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要找的關鍵字 你要查詢 你要找的那個 那個字 比對的字 還有就是說它從哪邊開始 那因為呢 後面為什麼要加1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1的話 它下一次 因為這個and的值 有沒有 這個後面這個and的值 它會一直累加 因為它會針對什麼 你下一次找到的位置 有沒有 那你要往後面找 如果你不往後面找 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有加1的話 它會一直找重複的點 所以會一直在那個地方 一直都找第一筆 它不會往下找 所以你要把它加1之後 它就往後面找 往後面找 直到找到沒有為止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如果你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建議各位可以用除錯模式 其實除錯模式 在這個地方其實還蠻好用的 因為你要trace裡面的那個 大概的一個狀況 你可以在這裡射中斷點 我上次有講過 你可以什麼 下一步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trace一下 裡面的值到底是什麼 比如在and現在抓到1083對不對 然後這裡面是1055對不對 裡面有值嘛 所以相減之後的話 tamp 你大概可以再按一個f5 它就下一行 那tamp的話 就會幫你把值 放在這個tamp裡面 那tamp裡面的話 就會抓出來 按這個 tamp裡面現在放什麼了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29.64 就是第一個值嘛 那也就是and 因為我不能夠一直一直在找 從這個位置找 我要往後面找 所以這個值後面要加1 那等於是在下面的話 它就加1 一直往後面找 那資料的話 就一個一個的把它裝進去 所以我們執行完 往後面 add之後 各位可以發現 那在這一個裡面放什麼呢 它就是放一個值 那add進去就下一個豆點 下一筆 豆點下一筆 所以這裡面的話 會有19筆資料 因為跑完之後 有19個必別 所以在這個叫什麼 現金買入的會有19個 每個都19個 19個 19個 那將來 要把它輸出的時候 就把這裡面 19個資料 跑一個回圈 全部就輸出了 所以是0到小於19 就是0到18 所以把裡面的磁通都抓出來 再輸出 所以這個原理 各位再run一下 因為這個 我怕關鍵要清楚 尤其是你要抓的是 網頁上面的資料 因為網頁上面的資料 有時候那個格式 你只要能夠抓到 它的 你要找的關鍵字 切出哪部分 其實都不是問題 尤其是表格更簡單 表格的話 基本上處理 大概就可以套用這樣的模式 可以把表格上面的資料抓出來 不過這種寫法 當然還有別的寫法 各位可以想想看 在自串 自串 這個Stream 類別裡面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叫Splitter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Splitter Splitter就是說 你可以中間分隔的是什麼 對不對 然後你Splitter之後 它就只要全部幫你切 所以其實他們中間有固定的 比如說它 其實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用Splitter切有沒有 用這個來切 其實應該也可以切出來 但是你要先做一個前置 就是先找到這一段的頭跟尾 然後用Splitter把它切出來 切出來之後再扣掉你不要的部分 也是可以 但是會不會比較快 要試才知道 反正有些東西的話 就是靈活應用 不是只有一招而已 那這一招行不通 你可以換一招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大概是這樣 這是第一個階段 就是說我們是offline的部分 不過offline好像對各位來說 就已經有點難度了 那等一下我們要來看那個 就是在雲端上面 我有把它再放上一個就是 就是online的部分 就是後面有加一個offline跟online 那一樣是在雲端白板裡面的 就是在雲端白板裡面 那那個online部分的話 如果等一下做完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online的這個畫面 那畫面部分的話 總共我們畫面上佈局非常簡單 大概就這樣 我將來希望怎樣 按一下這個 它會有一個畢別列出來 那列出來的話 類似像這樣 我看一下我這邊已經有run起來了 那非常簡單就是說呢 把這個畫面上面有沒有 按下去嘛 它可以列出來 或者你們也可以改成那個list view OK啦 反正兩個相通 一個是按下去才展開 一個是不按下去就在下面 也可以 那選一個 比如說新加坡幣 那匯率多少的話 我們把它toss了出來 或者你們可以改成list view 點下去再那個 用alern dialog秀出來 它差不多啦 反正這個只是操作介面的不同而已 那其實程式碼應該都一模一樣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秀出來的格式長的 類似像這樣 選這個是title 這個是message 那這個是什麼呢 下面這個button叫 叫什麼button呢 positive button 你們還記得吧 因為還有一個native button 還有一個叫nature button nature button 是中間的一個 所以在alern dialog裡面 最多可以放幾個按鈕 最多就是三個 不可能會有第四個產生 所以一般當然只放一個或兩個 這個叫positive button 因為我按下去沒有任何作用 所以你就給nature就好了 不用去實作它裡面的 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 Dialog Interface的那個 那個方法 不用去 也不用建那個 就一個nature就可以 那秀出來我們會希望說 選了其中一個 你幫我把什麼呢 幫我把其中的那個抓出來 那你要怎麼樣 可以剛好抓到對的那個位置 其實關鍵點就在哪裡呢 關鍵點就在說 你在選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這邊不是都有為 我前面講過嘛 會觸發一個叫什麼呢 叫做 on什麼呢 set on s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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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必須要在那邊 就是slade listener 對不對 那那個listen 點擊 點擊下去 不是會有一個位置嗎 index 對不對 就是 就是那個 資料型態是int的那一個 也許叫arg2 那arg2不就是它點的位置 點的位置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那當你要去抓資料的時候 你就去從什麼呢 從那個 哪個位置呢 從它的那個listen listen不是會按照順序嗎 你就去找那個一樣的位置 對照出來 四個東西就可以把它拉出來 就可以秀出來 大概是這樣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跟剛剛的最大差異就是 這個資料是realtime的 是online的 也就是說 我們是這個app一啟動 就去把那個網頁上面的訊息抓下來 所以它每天如果即時更新 你這邊也會即時更新 只要一打開 就去抓最新的 好啊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想各位 可以如果等一下做完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我大概已經把那個流程放上去 包含就是界面上面 這個有三個東西 當然這個界面上面 各位可以再更改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再改成list view 或者是改成其他方式都沒關係 那再來就是說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database 也最好啦 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恐怕你又要再解決 解決 剛剛第一個問題就是切字串 切完字串 第二個問題就是你要連線 第三個你就是要解決seqlite 全部要把它湊在一起 沒有錯誤 其實不太容易 不過其實你們專題不就是這樣嗎 你們專題當然不可能只有用一種方式 但是你要先能夠怎麼樣 一個一個各個突破啊 你各個突破之後再把它拼湊起來 才能夠run的正確 所以這個我想debug也是一種能力啊 不然你沒有辦法拼上去 結果拼裝車 那會還是會產生問題的 再來的話就是 介面上面 把它 加上去就是在宣告 那宣告的東西裡面會多一個叫web.url 就是我們的網址 你要去抓的 當然你做完這個之後 你也可以去做別的練習 網路上太多東西可以抓了 你有沒有辦法realtime去抓一些東西出來 這個才是應用 OK那其他的話 連結哪些東西 這邊會有個方法 我會多一個getUildata 這個方法呢 也寫在這邊 事件的話就是剛剛講的 可以把arg2存起來 存在一個index裡面 將來去抓那個index就可以了 index有沒有 就是從itemindex去抓裡面的資料 把它秀出來 然後事件 最後會有多一個這個 getUIL的這個 有沒有 怎麼去抓網路上面的資料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範本 你要給它一個UI 它就會幫你去連線去抓資料回來 然後呢 再用串流的方式讀到那個 就是bufferreader裡面 然後呢 最後再讀 一行一行讀 讀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產生一個自串檔 一個自串 利用這個自串 我們就可以去切裡面的東西了 所以你第一個是讀 第二個是切 OK 那當然這裡面的這個UIL getUIL的DATA 我應該也放上去 各位可以在這上面看一下 getUIL的這個裡面的Source在這裡 如果你們要Copy的話 我建議各位按右下角這邊有開啟 你從開啟裡面再去複製貼上 應該比較不需要再去調整格式 不然如果你直接從剛還沒開啟去複製貼上 好像會多很多的空白列 你要在那邊調半天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最好是自己可以 花一點時間 去call一下 我覺得會比較能夠得到東西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